当时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单位 旁边旁边的东西就掉下来 掉下来我们就跑 围墙就突然倒塌 我起了一站 当时包起了一站 这就站不起 全部断了 炸腊炸得粉脆了 大概我们的那个医院住了几天 就转到温州 在那个地方住了两个月 手术什么都在那个地方住的 回到成都 成都又在华西云康复 康复医院 现在康复我做得很好 现在能走 走上几里没有问题 平常家里面就是买点菜啊 帮助煮点饭 然后没事就出去走一走 就锻炼身体 现在我觉得我最快乐的就是 等我生子一起玩 最快乐的 因为很好玩 真的 咱俩没有什么打算 现在这个生活挺好的 就这样过去就很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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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